白羊座的朋友 就是母羊座的朋友 我们香港人又叫他白羊座 那在这个双一座的幸运 不是 I mean 伴随这个双一座的幸运 那在整个农历的这个月份里面 那你们的运势 听起来有很多很好的能量 那但是呢 它就是笛子里 就是在下面 那其实是很多的危机 那你们真的自己要听清楚 OK 首先你们的那个公主星 火星 它着生在摩羯座 然后它伤合了那个南交点 OK 在你们的时工 那其实是说呢 你们真的有很多的成就 特别是你们在工作方面 但是呢 因为你们太过成功了 你们会变得有一点自大 你们太过 不听取人家的意见 你们太过相信自己 那有 就是如果 严重一点的话 你们会顾虑自己 那因为你们觉得自己太棒了 太棒棒了 你们觉得其他人也什么都不是 那你们会有一些疏离的状况 你们跟人家做不了朋友 你们觉得他们太 太 太怎么讲 就是太 太差劲了 你们觉得自己 自己才是 才是最好的 人家配不上你们 OK 那然后呢 它六分呢 在你们十二公 在双语做的那个 新月 就是日月盒 那你们听到 六分又好像是好的事情 但是 不是 其实它会放大了你们 自己对自己的那个满足感 你们觉得自己幻想出来 你们自己的形象是 你们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那你们就觉得自己真的很棒棒 整个世界也是你们的 也是在你们的脚下的 其他人什么也不是 那这个会放大了你们那个自负 自大的心态 同时呢 因为 那个火星 和那个蓝焦点 就正在三分 在 你们二公 进入做 那个很弱很弱的天王星 那所以你们 你们的那个价值观 价值观 对了价值观会有一些扭曲 会有一些很变态 你们只是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 人家什么的东西 你们也听不入耳 你们也是觉得人家很奇怪 那但是其实可能你们自己 才是最格格不入的那个人 OK 所以呢 你们就是在这一个月里面 你们很难合群 跟人家的那个 跟人家的关系很 就是跟人家全 群体的那个关系 你们会格格不入 OK 对啊 因为你们自己对人家很多的骗见 很多的承见 你们觉得自己真的很棒 自己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最棒的 那这个会 全害了你们的那个人际关系 OK 还有呢 就是 那如果这个不好的能量 去词续的话 一直 一直继续下去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要做什么东西也好 你们会 照来 照来的 照来的那个失败 OK 所以啊 自己要检测一下 检讨一下 OK 不要太过自大 好 好 好 如果您有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